二十八宿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二十八宿都有极空的 比如这里有写 郭叔各星修造主荣华 盟人及弟眷羹王 婚姻嫁持取多贵子 修焚埋葬见丧亡 即是不可以修焚埋葬 房叔造作大华堂 十日之中必有央 即是这些二十八宿 你一定要读他的经文 有些有一半是可以的 有一半是不可以的 有些全部都不可以的 有些全部经文都可以 比如说房叔 房叔造作龟丁才 富贵荣华 福禄来 埋葬若元逢此日 家观尽着应三台 即是什么都可以 旨叔造作子最央 婚姻嫁取和定当 出行不离必如害 埋葬此日子孙窮 即是什么都不可以 即是你们一定要 去用心去看这个二十八宿的极空 每一句经文 有些是一半可以 一半不可以 有些是什么都不可以 有些是样样都可以 一定要去看 我们一般去选的日子 这些一半可以 一半不可以 还有什么都不可以 我们都是不选的 我自己 我自己选的就是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比如说 那老师抗叔那道大华堂 即是什么 那些是制作大华堂 即是你自己建大楼 建屋 就不可以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古代有些人说话 他都会很夸张 以前古代有多少人有钱 建屋他都没有 深宿造作本为空 事事叫温莫始终 埋葬婚嫁皆不利 三年之内禍重重 就什么都不可以 什么都不可以 什么都不可以 只有一半 这样就算了 美宿造作法兵才 开门放水子孙兴 埋葬婚姻依此日代代功后 近帝关系 什么都可以 基称造作主膏堂 老师开门放水 是不是意思做坟 开子孙堂的开门放水 所谓开门放水 有很多种说法 有些就比如说 你建大屋的开门 就是做什么呢 开始做那道门 放水就是说 什么意思呢 开始打下水道 以前有点屋说要做下水道 是广告的 开门放水 基称造作主膏堂开门放水 招财谷 嫁取收份 大吉昌 康门金银 谷门昌 这个什么都可以 再来说 再来说 主膏堂 主膏堂是什么 基称造作主膏堂 即是什么意思呢 高堂圆枕 高堂圆枕 高堂又说父母又可以 长寿又可以 长寿又可以 地位又可以 高堂 九宿造作金银多 收份 埋葬 紫村龙 开门放水 六足兴 婚姻嫁取 喜兴多 什么都可以 牛宿造作多 追央 六足不利 指人太 即是下 什么意思呢 嫁取开门 灾祸喜 牛羊诸马 亦悲哀 李宿造作 选婚两 兄弟相残 与苦乐 埋葬婚姻 逢此日 家财 衰败 浪离乡 什么都不行 浪离乡 意思是外面打工 当然跟依嘉丽说的话 就没什么所谓 但都是不好 即是建得太远的地方 上班 你有那些开门 算不算是装修那些 都会这样去看 其实你不用理你这么多 什么都可以 做什么都可以 所以我就 好像这些 只有一半 不一半 他是不会选择的 明白他先不 什么都可以 就选择 虚叔造作主人亡 男女孤眠 各一方 这些事真是 夫妻分居两地 或者老婆嫂就死了 或者老公早早死了 耐乱家庭 无礼节 儿孙 师父半人床 这些就不用了 危宿不好 做高堂 即是不去建屋 高堂就建屋 埋葬收坟 既协当 我们的文言文差一点 就是那些 似似半人床 那里代表病 还是代表什么 这个 这个 不是 这个是 儿孙师父半人床 即是在外面搞搞震 多些看TVB的古 那些古戏 很多以前的戏都好看 不会说到半人床 这些这样的字眼 这些这么古道的 黎叔不可造高堂 埋葬收坟 叫劝光 开门放水见形象 就是官司 坐牢 两年三在 亦悲伤 失宿造作镇田庄 儿孙世代更旺后 镇田庄就是买屋买地 升官发财 创业卿家 婚姻埋葬永无忧 非常好 逼宿造作日兴郎 婚姻架娶喜兴多 埋葬招财人口旺 开门放水子孙多 又美得不得了 灰宿造作有正常 有正常吉利的意思 家门和信大吉昌 若是埋葬阴质亡 开门放水造灾央 一半好一半不好 柳星立柱造门亭 家旺添财是业卿 婚姻逢此生季子 世代相逢六位升 唯宿造作是何 富贵荣华喜是多 埋葬家官穿毁星 婚姻逢此世代和 昂宿造作浸田庄 埋葬官妃永不休 开门放水遭灾害 婚姻嫁取两性首 好一半不好一半 不必要用 不宿造作吉江钱 田业庄价多封年 即是找到钱的意思 门户相逢多家庆 婚姻嫁取喜连绵 嘴宿造作仇搬迎 老师什么意思 门户相逢 门户相逢多家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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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败三丧不齿皆因此,仓富金盈尽消去, 深宿造作甚王城,民声照耀,放光华,开门放水,皆吉枪, 埋葬婚姻主破家。 郑宿造作旺田蚕,金榜提名取葬月。 这个就是找到钱的意思,以前是种田的,黄了就行了。 埋葬放水是阴质死,开门放水是招金盐, 鬼宿造作令人不黄。 埋葬放水是阴质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是突然间又有人死了,就好像重桑那样,重桑日,以前没有教过重桑日。 即是那天埋葬,又会再多死一个? 死多一件。 如果不埋葬就没事了,其他人也好,是不是这样? 有个放水,放水又装修都不好了。 所以说这些不需要的,好些不好些我都不要了。 但你前面那里又有邬井叔造作旺田蚕, 就不要了,要来做什么? 跟你说有这么多日子,你何必要选这些,好些又不好些呢? 我就不要了,鬼宿又是,这个可以了。 但婚姻又不好,这些又不好。 堂前鬼宿造造造令人亡,堂前不见主人郎。 记不记得用了这一日造造,家里又死了,又死人了,就会死了。 柳宿造作主官非,灾殃道贼见家压。 如是刚才那里造作又令人亡死多个,但是你后面那里埋葬这日又加观着呢? 因为以前古代呢,以前古代呢,挖粉又要选日子的,挖个洞又要选日子的, 埋下去又要选日子的,所以说呢,造造一般就是挖洞, 埋葬就埋进去,明白他意思了吗? 但现在的小伙子就不是这样,当日挖洞就当日埋的,一个事实来全部搞定。 OK 昔宿君明利造坊,进陆家官近帝王, 请别埋葬与父汉水,呼别呼君凌嫁郎。 又是好一半,好一半。 张宿此声造华堂,世代栋梁近帝王, 埋葬放水,赵财宝,婚姻和睦,福面墙。 OK 逆宿最记造华堂三年二宰的主人王, 埋葬婚姻继不离,归家定时不相当。 恬宿用此起龙宫, 婚姻同事受黄风, 埋葬此声高照耀, 对今即欲日兴隆。 这些龙宫是什么? 是否都是建屋、建庙? 是呀, 就是说你建屋好像龙宫那么漂亮, 以前古代呢, 古代呢,因为 古代讲到龙宫的意思呢, 因为以前古代觉得龙王的宫殿是很多宝贝的嘛, 所以说西游的宣吾空的那些棍都是龙宫那里找出来的嘛,明白没有? 是呀, 用这一天建屋就说, 建得好像龙宫那样高大, 帥仔,威猛, 有钱。 OK 谢谢 二八宫我们只会学的是什么呢? 是学他们的极空 我都建议你们呢, 像我那样, 坏的就肯定不要, 需要一半好一半都不要, 全部都好的才要, 这个第一点要记住 第二点要记的是什么呢? 二十八宿四计而记 春天 移用四木宿 积用四土宿 夏天移用四火宿 积用四金宿 秋天移用四金宿 积用四木宿 冬天移用四水宿 积用四火宿 积用四火宿 就是说现在是夏天 现在是夏天 你就不要用金宿了 知道吗? 因为 为什么呢? 夏天熟火 火是黑金的 春天是熟木,木是黑土的 秋天是熟金,金是黑木的 冬天是熟水,水是黑火的 所以说在这些日子你就不要用这些粟 比如说夏天不要用金粟 夏天不要用金粟 因为金粟有时你看到是吉利 但是在那个日子就不吉利 我们看看有没有金粟是吉利的 这里流粟 柳星立柱造门亭,家旺天才是事业卿 婚姻逢此生季子,世代相逢六位星 这是流粟里面熟金的 但是在夏天就不用这个 因为夏天是熟火 就这样意思了 大家要记住 还有这里有说了木,土,金,火 但是没有说水 这里是不是没有说水 你也没有发觉 28宿熟水 28宿熟水的 基本上都是吉利的,当然这个就差点了 28宿熟水的都是比较吉利的 你也可以将这个范围再收窄一点 只是找一些熟水的 28宿熟水的 28宿熟水的直日的时候 做事又可以 因为28宿 所以要说的 28宿其实是很简单的,很容易找的 我在初班也教过 28宿熟水的对罪表 是固定的 是固定的 星期四 是什么宿熟 有这几个 不是各宿 就是各宿,就是各宿,就是各宿 星期五 有这几个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所以日本人经常说 日本人不是说星期四五六日 一二三是说 木耀日,金耀日,土耀日 日耀日,月耀日 水耀日,火耀日 就是这么说 你们有没有接触过日本人的 这些日历牌呢 为什么就这么说 是吗 电视见过 嗯 我以前在日本人打工也 我以前在风田厂 都上过一段时间班 做事的时候 OK 28宿,当然28宿啊 有交接班的 你看一下 比如说 星期四是各宿直班 他不一定直够二十四小时 他可能是直够十八个小时 或者直够十个小时 他就下班了 有些星宿有可能他要直到三十几个小时 甚至四十个小时才下班 都有的 你们要看 28宿是何时直够的 有可能一日 上一日 可能是 杭叔直够 到下一日 上半日可能是 杭叔直够 到了下半日可能是 紫星直够 这个一定要 搞清楚 28宿不是一个星星 直够二十四小时 不是的 九星就不一样 比如说 立祖 人砖 这些九星 其实24小时都是直够的 过了二十四小时之后 你换了另外一个星星直够 但是28宿又不是的 28宿是有些是直够二十四小时的 有些是直够多过二十四小时的 有些是少过二十四小时的 你要根据那个直够交接表 那里去判断 那里去判断 十二见星 十二见星的概念 见除 本平定执 破危承 收开币 这是十二见星 都是十二见星的 名称和派列的信序 见除满平 定执破危 准收开币 这是十二见星的名称和派列的信序 那十二见星 是怎样去整的呢 什麽叫见呢 所以说龙力一月叫人月 龙力二月叫卯月 龙力三月叫神月 龙力四月叫智月 龙力五月 龙力六月叫尾月 龙力六月叫尾月 就是在一月份 第一个人日 就是见日 就是见星夕日 就是见日 就是见日 龙力二月 第一个卯日 也是见日 龙力三月 第一个神日 也是见日 龙力四月 第一个智日 也是见日 龙力五月 第一个五日 是见日 龙力六月 第一个未日 是见日 其他的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十二月 一样是这样去推 就是见者愿见也 就是每个月月令 月令就是人某陈智 就是月令 逢值的日期开始起见星 比如正月见人 这个月份 我们说九星的时候 说九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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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按 这个 说九星的时候 是按初一十五去计的 正月初一 就开始是一月 二月初一开始是二月 九星是按 这个龙力月份去计的 但是这个 十二见星 是以二十四节气来计的 就是立春后 第一个人日 就是见日 二月某月 就是经济后 第一个某日 就是见日 正得的就是按顺值 这么排 见财勿平定 执破额城 收开帝 你去排 但排下排下 请记住 每逢节气这一天 是重复前一天的星 假计 假计 经济前一天是破星 经济也是破星 清明前一天是收日 收星 清明这一天也是收日 就是 每一个季节的交换时间 每一个季节的交换时间 比如立春 经济 清明 立夏 这些每个月份 每个月份 每个月份 前一天 你是什么星 这一天就是什么星 这一点就是 十月见除的排列顺序 一定要搞清楚 当然你不搞得清楚 你看万年历 万年历都会写的 但是很多时候 有些万年历写错了 就麻烦了 因为我也见过 我在香港又买过 出版的又买过 台湾又买过 又买过 外国 和国内的 这些 万年历 又或者其他 农历月份的那些历法书 有些都会写错的 所以你一定要 不懂得去 排这些星 就是这样的意思 不要偷懒 为什么要重复呢 正是因为每个月都是折弃的那一天 一年十二个月 刚好重复了十二日 你重复了十二日 才保证第二年 人与的第一个星是见星 最终于为什么要重复呢 因为第二年都要是第一个人日是见星 所以当然这些不用我们推敲它 不用管它 你只要是明白 第一个排列的顺序就是这样排的 那这个见是每一个月放在哪一天呢 立春后的第一个人日就见了 然后经济后第一个某日也是见了 清明后第一个神日也是见了 立夏之后第一个智日也是见了 你懂得这样排列的 你这一天排了个见 那就是一路这样排下去的 见、财、衡、平、定、执、恶、危、承、收、开、币 一路这样排下去 那到了每个月 这个 每个折弃的前一天 就重复前一天的额星就可以了 OK,这个不讲了 如果讲的是财富大 现在很多 很多牌都有写的了 不然我们要学 十二见除为了搞什么呢 十二见即是有十二日 将这十二日除以移到六加六 即是有六个日是黄道吉也 有六日是黑道日 那么这十二见除哪几日是黄道吉也 哪几日是黑道日 但是最后这几个说话才是最重要的 黄道日也不是万事可谓 黑道日也不是白事莫造 因其皆有用时的质重点不同 请记住 宝石说黄道吉也就是好 黑道日就不好 都有好有不好 你看你想做什么 你用一天做什么 有个变通歌教给你听 十二见星 应容便通歌 见满平收开 见满平收黑 除危定执往 除危定执往 见满平收开 见满平收黑 除危定执往 承开皆可用 闭破不吉祥 黑中平不爱 黄中危不强 见义出行 收嫁取 我慢慢讲 见满平收黑 这四日是黑道日 退危定执往 这四日是黄道日 但是 乘开两天 什么都用得 避破这两天 什么都用得 黑中平不爱 什么意思呢 一般平日也不用 黄中危不强 一般危也不用 见义出行 收嫁取 所以说见是黑也 黑道日 收也是黑道日 但是 见用在出行 那里 收用在分甲 那里 定以观戴 满收仓 定也 定也 是黄道也 定也 而观戴 以前小时候 乘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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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分都可以 下订 订合同 订分 都可以 满收仓 收仓库 现在收仓库 是否可以 引生为 收货车 收屋 破除尿病 执而报 破除尿病 破除尿病 执而报 破尿和除尿 去看病 用手术 就可以了 执而报 执也 本来执也 是黄道也 但是很少用执也 寫着执而报 是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去捕鱼 捕鱼 捕鱼 要捕鸡上屎 捕鱼虾去卖 都可以用执也去捕的 当然你是做警察的 都可以用执也去做事